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是诗篇二十二篇好吗 我们一起来看以上的这个经文诗篇二十二篇 好 看得到的一起读大声一点 一二三 大卫的诗交给诗班长调用黎明的路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声音的话呢 你帮我按好吗 我的神啊 我热间呼求 你不应允 在晚上我还是不停止 来下一节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来下一节 我们的列主依靠你 对吗 好像 下一节我这边按吧 我们的列主依靠你 他们依靠你 你救救他们 他们向你哀求救得拯救 他们依靠你就不失望 来下一节 但我是 虫 不是人 是世上所羞辱的 也是众人所藐视的 看见我的都嘲笑我 他们憋着嘴 摇着头说 说什么啊 他既然把自己交托耶和华 就让耶和华打救他吧 耶和华既然喜悦他 就让耶和华拯救他吧 来下一节 然而是你使我从母妇中出来的 我在母亲的怀里 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 下一节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托给你 我一出母妇 你就是我的神 来下一节 求你不要远离我 因为灾难临近了 却没有人帮助我 来 再来 有许多公牛围着我 八三强壮的公牛困住了我 下一节 他们像我大大的张嘴 像抓狮吼叫的狮子 下一节 我好像水被倾倒出去 我全身的骨头都散脱了 我的心在我里面像 刚才那节还没读完 像蜡融化 下一节 我看我手指很厉害了 我一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的精力像瓦片一样 枯干 我的舌头紧贴着上耳 你把我放在死亡的尘土中 全类围着我 二党环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我能数算我全身的骨头 他们却瞪着眼看我 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 又为我的内衣抽签 可能你读的一些经文是叫做 念旧 至于你 耶和华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力量 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搭救我的性命脱离刀剑 搭救我的生命脱离 恶狗的爪 求你拯救我脱离狮子的口 拯救我脱离野牛的脚 你已经应允了我 我要向我的兄弟宣扬你的名 我要在聚会中赞美你 你们好像开始只让我一个人来读 继续一起来好吗 敬畏耶和华的人 你们要赞美他 雅各所有的后裔你们都要尊敬他 以色列所有的后裔你们都要惧怕他 来下一节 因为他不轻看不厌恶受苦的人的痛苦 也没有湮灭不顾他 受苦的人呼求的时候 他就垂听 在大会中我赞美你的话 是从你而来的 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 我要还我的愿 受苦的人必吃得饱足 寻求叶花的人必赞美他 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一起说阿们 愿我们的心永远活着 好像还有啊 还有吗下一节 因为我读的版本和你们有点不同 来27节 第一的四集都要纪念耶和华 并且归向他 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敬拜 因为国度是属于耶和华的 他是掌管万国的 那是九节 地上 地上所有富足的人都必吃喝敬拜 所有下到尘土中不再存活的人 都在他面前屈身下拜 再来三十节 必有后裔服侍他 必有人把主的事向后代述说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读 再来最后 他们要把他的公义传给以后出生的名 说明这是他所做的 一起说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诗篇 第二十二篇 二十三篇 二十四篇 这是一个三部曲 这三篇的经文 诗篇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毫无疑问都是 大卫写的 一起说大卫 诗篇二十三篇 我们都知道 怎样念吗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他 领我再可安歇的 等等等等 我们都知道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那二十四篇讲到什么 众诚们啊 你们当抬起头来 所有人啊 你要抬起头来 不要头 头嘟嘟嘟 眼烧烧 然后要进城啊 那非常二十四篇 二十四卷 二十四篇是非常的激昂 二十二篇 二十三到二十四 越来越 这个情绪越来越高亢 那是二十二篇 出现一段经文 甚至在第一节里面 就说到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这个经文 我们在哪里有看过啊 马可福音十五章 三十四节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他说 我们常在这个收难节 会提到耶稣的七言 对吗 我的神 我的神 翻译成 希伯来文就是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哇 诗篇二十二篇 原来讲着十字架 一起说十字架 十篇二十二篇 在预言的十字架 耶稣虽然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虽然被鞭打 被羞辱 但有一件事 这里讲到 他的骨头 没有一根是折断的 也是在这个 四篇二十二篇里面 已经预言了 我们没有办法说 四篇二十二篇 只是在讲大卫 甚至超过了 大卫的遭遇 甚至有可能 大卫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会写这一篇 或者师父他 有经历到一部分 但好像又还没有到 耶稣这么激烈 所以四篇二十二篇 被誉为什么 一起说 密赛亚之歌 一起说密赛亚之歌 讲着密赛亚 哇 四篇二十二篇 好可怜啊 讲到一件事 我是虫 不是人 我人都不是 我是一条虫 有没有一篇的诗歌 会这样子来写 可能我们都会说 神里何等荣美 这是很好的 然后等等等等 但原来有一篇 很伟大的 密赛亚之歌 密赛亚就是 预言基督士 最好的歌 讲到什么 里面有一句歌词 我还一条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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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一首 扎美敬拜的歌会放 我是虫 我们不一样 可以了 我是虫 不是人 一听好像在外面 卡拉OK 喝着酒 在那里唱的歌 不像扎美敬拜 但这种 好厉害的 当然不是喝着酒 好厉害的歌词 好像很通俗的歌词 却是 最好的歌词 密赛亚之歌 三部曲里面 我们何时应该赞美敬拜 今天我要提的 赞美成宝座 是我的题目 三部曲里面 何时该赞美 耶和华 是我的母者 我必不知觉法 哦 师父可以 好像还没到赞美 可以感恩啊 可以感恩 但如果说我是从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奇 应该赞美吗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会发现在 这三部曲里面 唯有 一起说唯有 四篇二十二篇 提到赞美 十篇二十三篇 没有提到赞美 十篇二十四篇 没有提到赞美 不是说 二十三篇 不应当用来赞美 二十四篇 不应当用来赞美 可是最不可能用来赞美的就是 十篇二十二篇 最不可能的 我感觉到上帝远离我 我感觉到神隐藏 所以我应当赞美 而且他提到赞美 是其余 因为其余 两本书 二十四 对不起 两篇 二十三 二十四篇 朗诵啊 我们这里的本地的话 一起说朗诵 朗诵没有提到赞美 就零啦 可是在四篇 二十二篇 提到五次赞美 一起说五次 三次敬拜 N次 我们现在的话 N次 呼求祷告 诗篇 二十二篇 是一篇赞美的诗篇 敬拜的诗篇 是呼求祷告的诗篇 甚至可以与 以赛亚书53篇 以赛亚书53章 也是被誉为 弥赛亚之格 哇 它流行到一个地步 甚至归正 归正中 唐崇荣牧师听过吗 唐崇荣牧师 甚至在加加大 哇 它们 常常以 弥赛亚之格为高峰 在它们的圣约里面 会常唱弥赛亚之格 就是 以赛亚书53篇 而 四篇 二十二篇 同样 被称为 弥赛亚之格 可是 我们却知道 却感觉 刚才读的 又有狮子 又有牛 等等 等等 好像 不是我赞美的理由 弥赛亚苦到 什么样的地步 没有人帮助 一起摇摇手 没有人 没有人帮我 没有人 看不到人 神一节讲到 修你不要远离我 因为极难 临近了 没有人 帮助我 极难 什么人有极难 我们知道 七九七九全人 有极难 救助经 极难 麻辣包 极难的意思 不是说他很穷 极难就是 意思说 人要三高 有钱的人 都会有极难的 有钱的人 也是会生病的 有钱的人 也是需要帮助 那极难 这个七九七九 全人管 就是 list up为 半年里面 没有人 可以帮助到你 你落在一个困境里面 那半年里面 没有办法脱离出来 那个叫做极难 用很 很好的 这个 权势 极难就是 在半年里面 你身不由己 你落在困境里面 出不来 所以无论是 穷人 有钱人 什么背景的人 都会有极难 极难 临近了 没有人 能够帮助我 包括基督徒 包括你的牧师 包括你自己 包括专家 没有人 可以帮助你 所以这个很苦啊 而且 没有神帮助 也就是说 没有神帮助 或者 不是说没有神 有神 那是隐藏了 神也没有帮助 偏偏 你会发现 从第四节 所以我们的祖宗 依靠你 他们依靠你 你变 on the spot 马上 马上 马上解救他们 他们爱求你 马上 变蒙拯救 他们依靠你 马上 就不羞愧 那我 不被帮助 一起说 情有可言 为什么 第六节讲到 神爱是人 不过我是虫 我不是人 当然原文是 神爱是个世界 但我是虫 我不是人 所以可能我慢一点 得到帮助 我比较可怜 我是一条可怜虫 你没有到这样的地步 来到这样的光景 还可以赞美吗 不是应当赞美 一起说 不是应当赞美 神会帮助你 使你赞美他 阿们神会施恩给你 他说 凡看见我的都吃笑我 看到的还要 憋着嘴巴 叫做 广东话叫 如果你看到一样东西 很好笑 一个大人 他走在一个潭水 跌在地上滑倒 有时候啊 我们很坏蛋 我们的心会 阿哈哈 我很想笑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 礼貌上不能笑 特别是大人物 他跌倒 很不住 真的好像那个洋相 啪 啪 但是你 然后 然后 这样那个跌倒的人 那个出洋相的人 他知道别人要笑他吗 知道 知道 好语啊 很很很很羞愧 所以他说我被众人羞辱 被百姓 藐视 即使他没有讲出来 可是我知道 我出来洋相 即使没有人告诉我 哎呀 但是他叫马鲁楼 但是我知道 他们是 狗举 憋着嘴 不笑出来而已 但是 他摇头 我看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 脸部的那个肌肉抽动 我就知道他要笑我了 哦 有没有看过周星驰的戏 那里面会笑过 没有啦 没有啦 没有笑了 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 呃 但是那个 那个 人本身是 特别特别 呃 难受 特别难受 除了没有神 帮助 还无所谓 偏偏 你 旁边的人 一祷告就得帮助 我祷告 我知道你是我神的事 我祷告 你迟迟不来 哎呀 那个才叫难受嘛 对不对 如果大家一起 受苦难 It's ok 但一起祷告 旁边的德 债还清 我偏偏那个债还在那边 真搞啊 上帝啊 我还应该相信你嘛 情况就大概是这样子 没有人帮助 神不但隐藏 而且 偏偏对别人不隐藏 有一种的见证 好多人会相信主的 今天我当你说 当我向你说 信耶稣 在马上还清 马上 一起说 马上 马上解决 被令巴浪 全部跑来前面 我要信耶稣 如果我今天 我用这首歌 我说 相信耶稣 背十字架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会怀疑 为什么 你会被离弃 有谁要跟从耶稣 有没有 来教会 向着贫穷人说 有饭啊 来两次的 拿两遍 都可以 来教会 没有饭 还要奉献 还要敬拜 飞着走了 大哥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爱你不爱主 所以在没有人帮助 没有神帮助 还充满仇敌 有两个动物啊 一个是狮子 自己说狮子 不是点点的 哇 吼叫啦 吼叫的狮子 狮子来要做什么 吞吃了 吞掉我 公牛来要做什么 它不吞你 因为它吃草的 它讽刺你 一个吞吃 一直说吞吃 一个疯吃 都有吃 不同的吃 一个吃你 一个吃你 这边讲到出来 有狮子要吞吃 还有这个公牛 是叫做巴山的公牛 巴山 一起说巴山 什么是巴山 阿摩斯 阿摩斯 说说到 讲到巴山的母牛 母牛 巴山的母牛 就是在这个 以色列北部 肥肥胖胖的母牛 我忘记了 但是你 如果一个动物 它很肥 就是用来吃的 一只牛 巴山的母牛 不能够更甜 巴山的母牛 吃的肥肥胖胖的 很美的 很肥美的 什么都不能做的 不过可以吃的 很没有用 但是却 唯一的用 就是它身上的肉 巴山的母牛 有很美丽的外在 可是里面一点用都没有这个人 所以阿摩斯就骂 北国以色列 这些有钱的人 巴山的母牛 穿金带银 很美 但是没有用 我可以被他这样子骂 真的想 很生气的 所以同样的 谁在讽刺着 大卫 巴山的公牛 我们写说巴山的公牛 一群男人 一群很有钱的男人 或者用一个俗话 一群恶施主 没有用的 在我面前讽刺我 他以为自己很般态 可是他一点本事也没有 只是他活得很好 这群没有料的人 我有料的是我在急难中 他们没有料他好命吗 这样的人来讽刺我 我的心情是如何 苦上加苦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没有人帮助 神 他好像帮助别人 他帮助我 还有旁边有狮子 有巴山的公牛 还能不能够赞美金带 一起说 难的 对吗 难的 单单出现一个都很难 不容易啊 我也不敢告诉你说我做到 我只是说 神会帮助我 已经说神会帮助我 很实际的 神会帮助你 不是帮助你解决问题而已 神会使你有力量能够敬拜他 神会使你有力量 在困难中 还是能够赞美他 因为这个是 赞美敬拜 的大学程度 他不只是我领受了 我大大张口了 我一领受了 哈利路亚 上帝让我生意兴隆 生意比2023年更好 上帝让我的成绩比2023年更好 哈利路亚 2024年的情况比2023年更差 哈利路亚了 好 在质疑中 一起说质疑中 困难中 一起说困难中 寻求中 诗篇22篇26节 26节我读给大家听 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 寻求当中 寻求耶和华的人 还没寻求到 寻求这 寻求这 耶和华的人 必赞美他 愿你们的心 不会因为苦难 死掉 愿你们的心 26节 愿你们的心 在等候 耶和华的期间 永远 活着 意思说永远活着 我们很容易在 好像要 拿到了 我才活 帮助了我才活 但 大卫说 愿我在寻求这 你当中这条路上 夜华 寻求夜华的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必赞美他 愿你们的心 一起说 愿我的心 永远活着 阿们 永远活着 永远跳动 永远跳动 我在这样的光景中 我大概 写出四个 很大的难题 第一 没人帮助 第二 神不但不帮我 还先帮别人 还要我等 第三 充满了仇敌 狮子也扭 第四 我祷告 我却还在 等候当中 在这四个里面 没有人帮助 没有神帮助 还有仇敌 但我寻求夜华 可是却在寻求当中 仍能 赞美 一起说 仍能赞美 为什么 十几点 为什么 我还能赞美 为什么大卫 还能赞美 一定要有一个理由 对不对 当 我的生命中 最大的讽刺 现在就是 早期 早期 我最怕庆祝一个节日 十五年前 我母亲过世 我最怕庆祝一个节日 教会什么 庆祝什么节日 母亲节日 我父亲年头过世 我现在也不太想 庆祝另外一个节日 什么节 父亲节 偏偏 各教会 peak season 最多邀请我是什么节日 还不是圣诞节 就是母亲节 父亲节 还要打骂 双亲节 然后叫我上台 爸爸妈妈真好 可是我双亲都不在 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还能够遇到吗 很讽刺啊 我的心是很痛 左边 爸爸 妈妈 先拿花 右边 拿礼物 我不知道要不要拿好 拿又不是 不拿又不是 拿又好像 我心情好像 我爸爸走了 我很happy 因为我也是爸爸 很奇怪 但我还能庆祝 我还能在 母亲节和父亲节当中 不但赞美 还要不到领别人的爸爸妈妈 信耶稣吗 这样 我要有什么的理由啊 一定要找个理由嘛 是不是 找个理由的 哎呀怎么办 怎样还可以赞美 有一个理由哦 有了 大卫说什么 大卫说 为什么他还能够赞美 因为他说 他不是直接说 但是从当中 我领受了 就是赞美 不在乎 一起说不在乎 是否已经领受 虽然在过程当中 我能够赞美 我不在乎 我有没有领受到 不在乎 我有没有 已经拿到 甚至我相信 我已经拿到 无论我拿到 拿不到 我无论 最后你不答应 我的祷告 我还是能够赞美 所以赞美不在乎 是否我已经领受 第二 赞美不在乎 神是否 先对别人好 或者神 对别人 比对我更好 可能神已经对你好 但神对别人 好像更好 心里有点不太平衡 就好像上帝 对我也不好了 原来上帝 对我已经很好 但相比较 好像对别人好 心里又不太平衡 所以赞美不在乎 神是否 对别人 比对自己更好 或者自己的属灵条件 虽然胜过他人 但却别人 好像蒙恩 胜于我 在神的面前 赞美不在乎 是否我已经领受 赞美不在乎 是否 神对别人 好像比对我更好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 你就有理由 可以赞美他 要训练自己 赞美 我能够赞美 我找不到理由 我找不到你 为我做什么 但赞美 大卫说什么 他说 因你是神 一起说 因你是神 因我 出于你 因等候的过程中 因为我是 你让我母亲 怀胎生我 所以我仍然 鉴定 依靠你 赞美不是因为 后来你为我 做什么而已 我找到一个 更好的理由 更早的理由 因你是神 有一首歌 可能你听过 Because of who you are I give you glory Because of who you are I give you praise 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只因为你是神 只因为你是神 不是因为我领受什么 只因为你是神 只因为我出于你 所以我赞美 赞美是因为 我能够有机会 与耶稣基督同受苦难 我身上带着 不只是荣耀的印记 我身上也同样带着 十字架的印记 一起说 我身上带着 十字架的印记 基督徒身上 一定要带着荣耀的印记 但比荣耀的印记 更大的荣耀 就是能够与耶稣一起 同背起自己的 十字架来跟从 但没有人 会自己把十字架 拿起来的 用马来西亚的俗话 感伤逼你背的 真的 有谁会说 哇 有苦难 让我跳下去受苦吧 你一定会散开的吗 对吗 你会受苦难 你会服事当中受难处 绝对不是你安排的 你的生活中受苦难 不是你要的 你一定是要更好的 但我们身上能够背十字架 是我们的荣耀 而且能够带着耶稣基督 十字架的印记 所以四篇二十二篇 同样被称为什么歌 再讲一次 弥赛亚之歌 弥赛亚之歌 耶稣的歌 基督的歌 受苦 是更大的荣耀 比领受更大的荣耀 最后大卫说 四篇二十五篇 他说 我在大会中 赞美你的话 一起说 我在大会中 再讲一次 我在聚会时 赞美你的话 是从你而来的 不是我自己想的 不是我 或者这样说 刚才我们会这样 可能我们很理性 但我会唱到这样 抒情 我会唱到这么感性 因为那个歌词上面 这样写了 我照着唱 不是我 啊多美 可能我有很好的 或者你有很好的歌声 我只照着唱 因为那个歌词写得美 因为那个歌是我们华文界的那个作词 是灵溪 灵溪 写的嘛 因为那个歌词是方文山写的嘛 因为那个歌词是圣经写的嘛 所以肯定是好的 今天我能够赞美你 不是因为 我知道要怎样赞美 我知道要怎么样怎么样 用很美的话赞美你 连我赞美你的话 我照着恋而已嘛 意思说照着恋 照着神的话 连我赞美的话 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 都是从圣经来的 所以也不是 所以我能够赞美 不是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 一起说照着读就对了 神的话照着读就对了 我们要思考 有时候也不要 Cick这么久 照着读就对了 一面思考 但若有不明白 照着读下去就对了 一起说 昼夜思想 单纯相信 但昼夜思想都想不明 就单纯相信就好了 因为后来上帝会让你明白 为什么你能够赞美 不在乎你是否已经领受 为什么我们能够赞美 不在乎神是否对别人 比对我更好 不是在乎这个 那赞美在乎什么 就在乎你是神 在乎 我是出于你的 我的生命 我这口气是你给的 赞美在乎 我能够与你同受苦 我没办法与你同受 很丰盛 也好 但我能够与你同受苦 与你能够一起 带着十字架的印记 所以我赞美 因为我够苦啊 我苦得像十字架 上的耶稣 所以我能够赞美 赞美 甚至来到一个地步 我都没有话 可以赞美你 我照着读就对了 这个是一个极端啊 所以来到这么极端的 又成熟的信靠 你上着赞美的大学 我们不是在读神学院 我们在读神的学院 我们不是在上着地上 一种音乐系的而已 敬拜学校 我们在上着神的敬拜学校 所以神透过环境 各样大小的事来 熬练我们 来塑造我们 本身就成了赞美的器皿 这里讲到一句话 是我们常读的 一首歌 耶稣 Jesus I am Tron you 同学 你是我 副歌 当我们 敬拜 礼宝座 还不是因为 你是我牧者 还不是因为我的头已经能够抬起来 因为抬起来是24节 24篇 其实我现在好像从 我在十字架 我在受苦 赞美 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这段经文是来自十字架 弥赛亚受苦的歌 里面的歌词 当我们敬拜 礼宝座 后面还有的 一团的意思 虽然没有人帮助我 虽然神好像隐藏 虽然我还在寻求的过程中 但在这时候 我依旧能赞美 你的时刻 如此的赞美 意思说如此的赞美 成了神的宝座 不是青菜 青菜赞美 然后神就坐在你中间而已 而是 即便 即便 受苦 的赞美 你以 你以如此 没有理由 但依旧赞美他 我就以你们的赞美 为我的宝座 这就是 弥赛亚之歌 今天让我们一起进入 竭力进入 赞美敬拜的大学 好不好 我们不只上 这小学 中学 都很不错 社会大学 让我们一起进入 神的 赞美敬拜学院 为什么你还能够赞美 你如何看赞美敬拜 让我们一起看 十字架上的耶稣 来去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 你就无论任何情况 都能够赞美他 阿们 阿们 我请事情 请师母 还有敬拜团 我们来唱最后那第三首 这首歌 进来我教会在装修 然后我是那个soundman 我在教会的音响当中 我一直在调音 拿什么歌来调音 就是刚才你们唱的 最后那第三首歌 所以刚才师母一弹 我眼泪就掉下来 你知不知道我几时 对耶稣的十字架 有最深刻的体会 就是Pastor Asmond 那时候他写了一个剧本 在圣诞节 他把我摆上台做耶稣 我第一次做耶稣 是他的剧本 他把我摆上台 然后有一个弟兄 他就拿 他就做兵丁 他在鞭打 本来是要鞭地上的 不知道怎样一鞭 一抽 可能他抽得很兴奋 一抽 那个鞭打在我身上 真的那个裤带皮鞭打在我身上 他们我就 阿 然后台下来就说 哇你演得好像哦 我想当然像了 真的通吗 啊 歹龙你真的打到我了 啊 当你真正痛的时刻 你才知道 什么是十字架 当你真正孤单的时刻 你身上才真正刻 把十字架刻在你的心上 阿们站立起来好不好 不但在高山 在低谷 在任何时刻 让我们都要赞美他 赞美他的话 藏在我们的口中 我没有赞美的话 也不用紧 我就继续念圣经里面赞美的话 我就一面唱 这个project出来 每一个歌词 我就唱出来就对了 哈利路亚 慢慢的唱哦 慢慢的唱 在光中你走向我 让我里面的黑暗光起 吸取我的软弱 你接近我的生命 拥抱我如同 只抱在你怀里 你走入我的生命 即便在十字架上 折开我心中的所有恐惧 你是我的一切 祝我淡淡依靠你 我要抬起头 定睛来仰望你 让我们淡淡清拜你 让我们在主力欢喜 中心我全心全意 更多更深的人是你 让我们淡淡来爱你 超过一切都可慕你 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 我们再唱一篇好不好 在光中你走向我 天亮我里面的黑暗光起 吸取我的软弱 你接近我的生命 拥抱我如同 只抱在你怀里 让基督走入 你走入我的生命 折开我心中的所有恐惧 你是我的一切 祝我淡淡依靠你 我要抬起头 定睛来仰望你 让我们 让我们淡淡清拜你 让我们在主力欢喜 用尽我全心全意 更多更深的人是你 让我们淡淡来爱你 超过一切都可慕你 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 我在上两个礼拜有机会 在阿嘎贝教会 大家都知道神找会那里 甚至第一个礼拜 因为教会装修 第一个礼拜有机会 在那里领唱 当我在领唱的时刻 我现在才知道 虽然我在 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 牧者们给我机会来 现唱 哇当那个光照着 好棒 当台下的人都举手 哇 好棒啊 我想这样唱 给我副歌好吗 你让我做一个示范 我想这样唱 让我们淡淡敬拜你 让我们再罪还我耶呀 演举哦 真的 因为那个气氛 拖着我 忽然间圣灵给我一句话 冷静一点 冲动了 过容了 里面跟外面不平衡 然后我就想 怎样唱歌 上帝给我用很 很空俗的那种感觉 那种想一下猜琴 有时候唱歌 不需要飞这样高 是谁 嗯嗯嗯 私下 带着十字架来 唱这首歌 我就让我唱 那下个礼拜他会唱到 更厉害 比我更好听 Amen 我不是说你唱得不好 我是说 我演不去 我演不去的 但是我欧一个星 不要这样子 不是在表演 让我们淡淡静 带你 沉下你的心 让我们再处理欢庆 用尽我全心全意 更多更深的人是你 让我们淡淡来爱你 超过一切的歌 你 你是我唯一的王 耶稣 我非常喜欢 我常常发现 他身旁都有很厉害唱的 可是偏偏当他唱的时候 我忍不住我眼泪就会出来 因为他唱得太简单了 哈利路 那我们 让我们把一切血气的放下来 让我们 冷定 那时候里面的火却烧起来好不好 我们就唱副歌好了 慢慢的唱 慢慢的唱 不需要唱得很好听 让我们淡淡静反应 让我们再处理欢庆 用尽我全心全意 很多更深的人是你 让我们淡淡来爱你 超过一切的歌 你 你是我唯一渴望 耶稣 鼓可以进来了 因为我心已经够冷静了 你 走入我的心 我 天亮我 里面的黑暗光景 吸取我的软弱 你借起我的生命 拥抱我 如窗子放在你怀里 你 你 走入我的生命 是的 虽然我在四篇二十二篇的光景中 拭开我心中的所有恐惧 你是我的一切 祝我淡淡静靠你 我要抬起头领静来 遥望你 让我们淡淡静拜你 让我们在祖里欢庆 有请我全心请你 更多更深的人是你 让我们淡淡来爱你 超过一切的歌 你 你是我唯一 你是我唯一 渴望 耶稣 你是我唯一 渴望 耶稣 让我们淡淡静拜你 让我们在祖里欢庆 让我们淡淡静拜你 有请我全心全意 有请我全心全意 让我们更深的人是你 让我们淡淡来爱你 超过一切都可慕你 超过一切都可慕你 你是我唯一 渴望 耶稣 更慢更慢更慢 我们就把节奏拿掉 让我们淡淡静拜你 让我们在祖里欢庆 有请我全心全意 有请我全心全意 更多更深的人是你 让我们淡淡来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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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一切都可慕你 你是我唯一可望 耶稣 耶稣 你是我唯一可望 你是我唯一可望 耶稣 那么花一点时间在主里面 叹息 可能你会觉得 叹息是最 没有用的事情 但是让我们 我相信神今天要收纳你的叹息 为最高峰的赞美 主啊 主 有时候来到另外一个敬拜赞美的极端 就是我走拍也无所谓 我唱的 不稳定也无所谓 但是我的心 更靠近你的宝座 我更靠近你的脚强 连我的叹息 都变成最高贵的赞美和敬拜 让我们坦坦 敬拜你 让我们在主里 我温柔强 用尽我温柔强 我温柔强 你 用尽我温柔强 为了我耶稣 让更多的玛利亚 感动玛利亚的灵来感动大家 来到耶稣脚前玛利亚的灵 感动玛利亚的灵来感动大家 让感动耶稣所爱的门徒 那感动约翰的灵来感动你 当别人都在说谁会出卖主 谁会出卖主是他吗是他吗 是怎么样怎么样 唯独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 直接靠在 侧身靠在耶稣的胸 胸膛中直接问耶稣 谁会出卖你 他直接问主 摩西最伟大的事还不是 还不是他过红海 而是他唱的这句 我请师母可以弹个D key给我吗 他在唱这首歌 这首歌是从摩西的祷告里面出来 在你荣耀中 我慢慢让圣灵来引导我们靠近耶稣 在你荣耀中 就是I worship you的那个 chord progression 这是摩西的祷告 这是摩西的祷告 所以我敬拜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一生活着 我要敬拜你 我要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一生活着 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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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祢荣耀中 我们有点敬拜的时刻好吗 所有的一切不再重要 转眼一尘空我别无所求 我别无所求 只愿祢同在永远停留 让我们敬拜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我一生活着 唯要敬拜祢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我别无所求 我敬拜祢 我一生活着 我一生活着 我敬拜祢 大卫的高峰是他写下诗篇22篇 我们来思考摩西 摩西的高峰还不是过红海 可能你已经 你曾经过红海 你希望再有红海 没错可能有更大的 更大的事上帝要让你做 但是 高峰不是在以后神让我们做更大的事 高峰是摩西说 你若不与我同居 我就不去 你求你 嫌你的荣耀给我看 是摩西的敬拜 摩西常 和耶和华 交谈像朋友一样 这才是摩西的高峰 大卫的高峰不是在 别的世上 大卫的高峰在 在亚都兰洞和影基底洞里面 他说你的慈爱高级诸天 虽然他在洞里面 但是他说你的慈爱高级诸天 你的信实 如同穷昌一样 虽然他在洞的先知里面 但他的信心被扩张 这是他的敬拜 大卫的伟大在于他的敬拜 在于他和神心意 摩西也是一样在于他 太过在于神的荣耀 神的同在同行 胜过上帝要他做什么 老约翰的田 他被称为耶稣所爱的门徒 他是雷子 他是火爆浪子 他是很火爆的 他是雷子 但后来他称自己是 耶稣所爱的门徒 因为他学会 靠着耶稣的胸膛 马利亚的伟大 不是在于他做了什么 在于他 他最靠近耶稣 那今天我们的敬拜 不在于 甚至不在于 四篇二十四篇的那种 辉煌 是的神会带我们去 但我们的 弥赛亚之歌 让我们更加靠近耶稣 慢慢的来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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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一场演奏会 但是我们慢慢的来敬拜 在你荣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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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 转眼 已成空 在你荣耀中 继续陶醉在神的荣耀里面 在你荣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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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一切 不在中央 转眼已成空 我别无所求 我别无所求 只愿你同在永远停留 我们再做点比较极端的事情好吗 我们来上神的敬拜 我们试试先拿掉 拿掉鼓 在你荣耀中 当你的心构胜在你荣耀中 所有的一切不在中 我们把节奏拿掉 转眼已成空 所以拿掉钢琴 我别无所求 我别无所求 只愿你同在永远停留 我试下拿掉麦克风 嗯 在你荣耀中 在你荣耀中 我和你荣耀中 这叫做出弦 我快要带着你荣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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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